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不骑蛇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53集的节目 今天给大家分享 这一阵子以来最抢手的官方美版大货的玩具 来自于传承系列的Inferno Inferno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叫做地狱火了 但是大部分台湾的玩家可能叫它蚂蚁 然后如果是大陆的迷友的话 可能会称呼它为魔鬼勇士 其实这个翻译很明显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说是蚂蚁可能还说得过去 但是确实来讲应该Inferno是地狱火 当然每个人有它童年的回忆了 那么这款Inferno是目前比较抢手 我前几天特别跑了一趟实体店 这个玩具基本上是属于比较买不到的 然后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 它是反正它这个背后你还是稍微需要调整一下 好像是变成这整个是打开的 然后内部这个蓝色金属光泽 其实看上去蛮舒服的 这个光打下去很漂亮 好像后面是什么会什么能量聚集的感觉 如果说这个武器你不想拿在身上的话 那也可以把它扣在后面 但是扣在后面我是觉得没有比较 没有比较好吧 我觉得虽然可以藏在后面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 因为它这个武器 我自己觉得还蛮漂亮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有点像是花开一样的感觉 它是透明部件上面去涂上铁灰色的一个漆面 没有任何的其他装置了 拿在手上是非常紧实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这款玩具的话 我再提一下吧 其实我最近有追一下BW的剧情解说 我不敢说我全部都看了 这个家伙出场的时间比较中后期 对于恐龙王可以说是非常忠诚的家伙 战斗力也很强 几乎到后面很多反派的武打戏 很多都是由这个家伙参与 那它的头雕非常的还原 很邪恶 觉得很好看 它嘴巴是给张开 但是它嘴巴张开 其实并不是把下巴打开 而是把头给往上面抬 是一样 效果是一样的 就你不往下跑 就我往上跑吧 这样一来就给张开了 这个表情可以说是极度之邪恶 然后肚子的话 这是一个蚂蚁的一个头部 透明部件 整个触感摸起来 这个圆重的感觉 确实是蛮有早期BW玩具的一个手感 我觉得还是有了 当然这个塑胶的话 可能看上去还是有一点山寨的感觉 但这是老玩具的一种风格的一个样子 然后它的可动也是做的挺好 这个头就可以三多零度的转动 手臂的话平举没有问题 额头肌的话可以转动 额头肌在这个地方 还是可以转动的 那这个手肘的话呢 可以玩超过90度 变形的时候呢 有需要做多这么样一个反折 腰身也可以转动 这个蚂蚁的这个触角 也是可以动的 两边可以不同的一个动法 腰身可以动 变形的时候呢 是需要用到腰转的 膝盖的弯曲着顶过90度而已 脚踝有接地 前后的脚踝可以动 脚后跟的话呢 可以往下面折一些 这样一来的话呢 对于人物的站立性的话呢 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那人物的大小体型啊 比较一下好了 它是一个Voyage Class 我当时注意到的时候呢 没想到 哇这家伙居然做到V级啊 身高其实还是挺修长挺高的 这个头身比很好看 我拿出一个 也是V级的 这个恐龙 恐龙勇士 各位可以看一下啊 头身比的话呢 恐龙的头部比较大 反而是他的身形 就是非常含戏欧巴的感觉 那我再拿一个Deluxe Class 这个在V2里头呢 就据说有100种死法的这个黄蜂 超级搞笑的角色啊 以前都不知道 现在看了剧情解说之后 大家知道这家伙的一个命运了啊 这可以看到 这个家伙的身形比例呢 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的 蛮推荐这款玩具 到目前为止 那这款Inferno的变形过程呢 也是蛮有趣的啊 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这一款Inferno 如何变形成一只红火蚁 那我小时候呢 我们因为我住的地方比较乡下啊 那么乡下地方的话呢 有一种蚂蚁啊 树底下有很多蚂蚁什么的 那红色的蚂蚁咬人会痛 黑色的蚂蚁是不咬人的 来我们把这个肚子这个地方 有个卡扣呢 把它给松开来 在这边 这里有个倒钩 把它给解开 解开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头两侧掰开 这个掰开的时候 第一次掰的时候很紧啊 那可能还需要 需要用一点力气 然后打开来 往上包上来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给合起来 这个人形的头啊 把它给按下去啊 那两侧的这个头啊 再次的把它给合上 这个变形其实还蛮直觉的啊 但手的变形啊 按照说明书的 说明书的那种 那种折法的话 你完全看着看着不神动 其实它是这个样子啊 就折这个角度 你把这个尖角啊 跟这个手爪啊 尖角跟手爪都朝内 然后往内啊 从这里整个双动感觉搓下去 搓下去之后的话呢 这不是有个C型 C型扣吗 C型扣这个C型扣 要咬住 咬进去这个里面的这个洞 然后呢 两侧的手臂啊 它各有一个凸 各有一个凹啊 那就是你的凸 对我的凹 我的凹对你的凸 然后就可以把它给合并起来 那往内扣进去的时候呢 这个蚂蚁的注脚就 就不用不用什么怀疑啊 就是把它往外 往外搓动就可以了啊 来 走走 到这边 我们把它转一个 转一个角度 我得是往往下转啊 到这边 然后这个手把它转出去这样子 然后你就注意一下啊 这个两侧的图根 那这边 这边先下去 这边先下去 就可以了啊 那我们对一下 这个地方第一次变的时候呢 是你可能要稍微练习一下 因为它是两侧 是两侧的松动关键 一挤把它推进去 咬下去啊 然后这个手啊 这个C型扣 插进这个孔洞啊 插进这个孔洞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这是必须 必须要扣进去啊 如果没有扣进去的话呢 这个蚂蚁的一个体型的话呢 就不够好看了啊 好 整个都给压进去了 到这边 角的变形呢 就借着脚的一个变形好了 啊 脚的变形首先 我们腰转180度 再来的话呢 这个脚 脚地板整个打正 然后往上反折上去 折上去的时候呢 这里有一个凸 它扣进这里有个洞 然后这边 第一次掰的时候 也是比较紧 然后的话 再利用这个双动关节 把这个腿 做成是一个 类似Chicken Lake的感觉 这样 然后呢 两侧中间可以合并 合并之后的话呢 把这整个往下 折90度之后 再把大腿这个地方 折90度上来 啊 严格来讲 就是把整个身体给缩短了啊 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 后面的这个尾巴 这个部分 你看到没有 这两侧有两个洞 要扣进 这个凸 还有的话呢 先先把这两个扣起来好了 那扣这个的时候呢 就是稍微的去调整一下 是必然需要用点力气啊 才能够把它给扣上 好 这边扣上了 另外一侧 也是一样的 两侧把它给咬合上 好了 两侧都咬合上去之后 那只要它扣进去之后呢 这边这两个凸就在这 然后上面有两个洞 顺势地把它给扣下来 就可以完成最后的一个密合了 这个地方 好 捏一捏压压 那从蚂蚁变成人的时候呢 就从那个地方往上挑 就可以了 那这个剩下的就是怎么呢 就是把它这个蚂蚁的六根脚 做一个调整 那我 我有大家看一下 这个 为什么我觉得我的这个中间的这个 我不好意思说我中间的腿特别长 这个 它的这个 就是中间这一对脚啊 我觉得好像特别的 不知道是我什么地方没有折到还是怎么样 我总觉得不应该这么长啊 因为 如果说中间我中间这个腿这么长的时候呢 我这个前面的这个前肢啊就不太容易去碰到地面啊 我觉得有一点奇怪哦 这怎么怎么调比较比较合适啊 反正就是 各位知道我的 知道我中间腿太长了 这个苦恼就行了 那这个可动的话呢 给各位展示一下 这个这个触角 两边是可以分开移动的 那武器的话呢 就给各位 你看一下 知道这武器就很准的扣在上面 应该没有 没有其他的一个扣吧 我们就暂时 就武器就先不说了 来看一下 这个蚂蚁很大一个啊 这个 这是一个Deluxe登机 然后这是Volge Class 我们来看一下啊 为什么觉得这个蚂蚁很大呢 因为 现实生活中的车子 是很大的 比人大好几倍 变成这么小一个车子 你觉得车子很小 那现实生活的蚂蚁呢 它是这么这么小一个 你变成这么大一个 所以你会觉得它加倍的巨大啊 那这个蚂蚁的话呢 我只能说它的 拟态吧 我不能说是隐蔽型的 应该说拟态 我觉得做的算很好了 我真正就是尾巴这里 可能铺路一些奇怪的零件 底盘的话也没什么问题 啊对 这个人形后面的这个 像是这个空洞啊 看上去是比较恶心一点 那可动的话呢 就后面的这根指头 这里可以动 中间的话是这里可以动 前肢的话是内外侧动 然后这个头可以往上往下动一点 然后非常显眼的这一对 疗牙 是可以两侧分开动的 所以说它在重型状态下 它的可动 除了说不能左右动之外 它已经做得很好了啊 然后眼部透明部件 我觉得也挺漂亮 做得这么大 那上方这个建层的这个 是叫什么紫色吗 还是什么 就很有老玩具的感觉 包括这个金属蓝色 我自己觉得这款玩具 是蛮值得推荐的 难怪它这么强手 而且这个人物在BW里头 也是后期 就是反派的一个高 高战斗力 几乎只记得他 几乎只记得这个家伙 能打仗了吧 大概是他的好像 对我觉得 恐龙王好像不是 战胜率也不是很高啊 狼猪的金属变体 可能跟它的戏份比较多 我只记得这样子了啊 好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的话呢 我中间怎么 我中间的腿还是这么长啊 好吧 那个就很推荐这款玩具啊 那如果各位 心有余力的话 有看到的话呢 就不管你喜不喜欢BW吧 我觉得这是 蛮有意思的一款玩具 放在桌上也是 挺有意思的啊 这个推坑 是蛮适合拿来推坑啊 就介绍别人玩 变眼睛刚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素材 那今天就给各位 进行到那边 非常期待给我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